112年大庄棒球赢18号晚间来到了万众瞩目的冠军战 由上一届拿下亚军的南华大学对上身穿蓝色球衣的台北师大 而局上由台北师大进攻 买来的情况下两好三回的满球术 投打对决压在南华大学投手阿米族的陈子杰 而台北师大打者洋美岛组六云红击出一只滚地球 而南华大学双杀没有抓到 是让台北师大首开记录一分入袋 而面对台北师大的气势南华大学三垒是屡次出现失误 四局上班台北师大的阿美族人洪伟拿高从二垒倒垒到三垒 但即便南华大学捕手抓到球的一刻传向三垒手 但三垒手没有发现自己漏剑 硬身伤让洪伟拿高跑回奔垒 而比赛到了五局上台北师大以6比1一路遥遥领先 面对台北师大的气势南华大学没有放弃 六局下抓到机会接着安打一路追到了四分 气势下更是把比数追到六比六平手 面对平手的局面 八局上台北师大借着戴博成的高飞牺牲 打加上黄燕勋的矫程把比数拉开 接着阿美族的汪嘉宜在急出一只右腕也方向的飞球落地 在界内成功替球队再紧张一分 而比赛最终台北师大是以八比六拿下冠军好座 随着颁奖典礼的进行 112年度大专棒球联赛也正式落幕 一名选手的好表现也获得肯定 阿美族的杨振宇布农族的诗季定华 是分别获得打击奖第二名以及第三名的殊荣 有一个新的组织